那總之剛進大學讀法律系的那兩年 對於法律系的看法就是說 讀書不只是為了自己光明的未來 同時也是為了揭發國家的黑暗面 讀書不忘救國 救國唯有讀書 那這種光明的幻想 是怎麼被逐步瓦解的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你是不是也認為 台灣總統就有三個台大法律的 而且法律系就是要當律師啊 所以讀法律系不是為了從政 就是為了賺錢 不過我在法律系的這幾年啊 都聽到教授說 要賺錢不要選法律 到底現在還適不適合讀法律呢? 大家好我是轉圈熊 以文組來說 法律系一直是高中生考大學的熱門科系 但各位還記得過去台大 在面試高中生當天 台大法律系學生舉牌告訴學弟妹 快逃! 這件事情嗎? 台灣三代總統都是法律出身 讀法律既能滿足在同學之間的面子 未來薪水又是指日可待 最重要的是完全符合 亞洲人父母期待的虛榮心 至少在國考來臨前啊 掛著法律系的頭銜 就可以起碼風光個兩年 那既然讀法律前景這麼好 當律師是起跳 當法官是基本 說不定未來一不小心就變成打官貴人 法律系的同學 為什麼要叫大家快逃呢? 今天就用我讀法律系的經驗 來分享我對 要不要讀法律的看法 在和大家說我自己的經驗以前啊 應該還是有不少人不清楚 法律系是在做什麼 過去我做過一部簡單說明 法律系日常的影片 其中在課頁上 法律系就是不責不扣的考試可喜 學生啊 他們的宿命就是讀書 考試 中間一路披荊斬棘 面對的小考 大考 期中考 模擬考 專題研究報告 全部都是為了最後的大魔王國考 而存在的練習用小怪 那具體要讀多少書呢? 我在之前的影片有算出 起碼是40本 而且還要外加不斷更新的裁判 還有學說 也就是這樣 相對其他科系 法律系在課業以外的空閒 是比較少的 我們當然排除有那種神人 可以雙組修法律 還有其他科系 還有會玩又會讀的那種 法律奇才 大多數人對社團活動或是打工 都是維持在一定程度以內 他才不會影響到課業 就以我來說啊 除了有參加學校的偏鄉教以外 打工跟社團活動 在我大學期間 其實是沒有參加過的 原因就是因為 一開始對法律系抱持的看法 就是說 我們先把法律讀好 未來就會有好工作 剛進法律系我就想啊 既然我對法律有興趣嘛 那就多方學習各種法律啊 未來找個好工作 不會說大學讀的科系跟工作無關 加上法律對我來說 它是一種社會規則 如果說社會是一個有規則的遊戲 先學起來社會規則 怎麼按照它玩 就會佔很大的優勢 這個想法就是我讀法律最一開始的初衷 接下來在讀法律的一兩年 真的因為接觸到了這個社會的規則 開始了解之後啊 對整個外在環境的看法都有改變 比如說以前看新聞 都覺得沒什麼啊 就新聞報導嘛 讀法律之後 看新聞整個人就像是有躁鬱症還是怎麼樣 一直碎唸一直罵 要嘛新聞內容關注的根本問題就不是重點啊 要嘛看報導裡面的政客都滿嘴屁話唬爛大眾 你盡土層看守手前啊 我提醒你 記得把曲棍球吞下去 那時候十八十九歲 也有所謂正義的精神啊 就會想用學到的法律知識 去揭發那些被隱藏在社會底下的殘酷真相 不只是看新聞像火山爆發一樣 連在網路上看到不懂法律的人 在帶風向也會力爭到底 其實很多讀法律的人真的一開始都會這樣啦 後來我就知道 這個在專有名詞上叫達克效應 就是能力差的人通常會高估自己的技術水準 就有一種虛幻的自我優越感 認為說自己比真實情況還要更優秀 所以初學者通常都會有一種心理現象 那總之剛進大學讀法律系的那兩年啊 對於法律系的看法就是說 讀書不只是為了自己光明的未來 同時也是為了揭發國家的黑暗面 讀書不忘救國 我救國唯有讀書 那這種光明的幻想是怎麼被逐捕瓦解的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從大三開始 我花很多時間去聽畢業的律師法官 這些學長姐回來辦講座 或是認真聽教授在課堂上聊法律生活的這些故事 聽完之後我的感想就是說 在法律這個圈子啊沒有大家想那麼美好啦 過去曾經是很棒的出路或是條件跟著時代在改變 例如像我現在大事嘛 那面臨國考的壓力 原本那種讀書獲取知識的興奮 也就幾乎不存在了 考試嘛要一直練習 寫題目輸出 相比讀書了解法律的內涵 那是一個更枯燥的過程 希望能早日上榜 脫離苦海 也變成了讀法律系的目的 實際上在通過考試之後啊 就算當了律師甚至法官檢察官 等著的是過勞的職場環境 還有被層層剝削的薪水 以律師市場的飽和來說啊 找律師打官司一審付出8萬塊喔 實際上到律師手上了 不知道剩多少 要自己出來接案 你也不知道要等幾年 就以工程師起薪5萬相比啊 雖然不差 但付出的努力跟實際得到的成果相比 讀法律CP值 真的不是很高啦 所以如今就算很優秀的考上律師 那也只是從一個輕鬆的學業環境 跑到一個殘酷的職場環境 所以法律吼 要進來讀之前 真的要三思啦 所以要說台大法律系會舉牌 要大家快逃走 也是被現實所破啦 進到法律系 不是單純的穿著一身帥氣氣裝 在法庭上鏗鏘有力的代表受害者 仗義之言 也不可能剛畢業幾年就能賺大錢 迎娶白富美 走向人生巔峰 現實擺在那邊雖然不怎麼好看 但講句實在的 能夠咬牙努力把法律去撐過去的 我覺得都是很了不起的人 如果讓我再選一次大學讀什麼科系 我一樣會選法律系 這四年來學到了很多東西啊 這些遊戲規則還有思維方式 對我的未來都很有幫助 所以我相信法律這個科系 還是可以讓很多人帶走很有用的知識啦 而不會說四年過後兩手空空只拿了個學歷走而已 如果你是一個猶豫要不要讀法律系的人 我個人還是覺得可以嘗試看看 看完這支影片如果你覺得這些資訊有用 可以分享給有興趣的朋友 喜歡影片可以幫我點讚 我就知道大家對這類的主題有興趣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第一時間看我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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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對不起